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我们水还是要适量的喝 如果说你因为你水肿 而故意不喝水的话 反而这个症状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身体里面的废物 需要水去把它带出来 那如果说你没有喝水 没有把这废物带出来 就会使得身体组织里面的 这些废物累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以后呢 就造成它的那个平衡出现问题 所以水肿就会更严重 可是有的人不是专家说 什么超过十点以后最好少喝水 隔天才不会眼睛肿肿 我觉得那个是适量喝啦 适量喝 因为待会我想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水肿有非常多的原因 因为水肿只是一个症状嘛 那如果说你有水肿的话呢 我们现在马上要知道 到底你是局部水肿 还是这个全身性水肿 这个我马上要知道 如果是局部水肿的话 有局部的原因 全身性水肿有全身性的原因 然后判定之后呢 它有非常多的因素 包括心脏 包括肾脏 包括肝脏 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假设你全部都拿掉 通通都没事的话呢 那么我们才能够推出来一个叫做 体质性水肿 所以体质性水肿 就是不明原因水肿 但是好不负责任的讲法 体质性水肿 先生倒霉嘛 对 但是它这个比例很低 就是你把疾病全部都排掉之后 剩下这一块的比例就不高了 那不高以后 这个体质性水肿 就是全身都没有问题的 它只是因为体质的问题会水肿 那好了 你如果睡觉的时候呢 因为你人平躺的时候呢 心脏跟这个脸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所以有些人睡觉起来是会胖在脸 胖在脸 平躺会睡 对对平的是胖在脸 然后呢 可是呢 如果说你白天一起床以后呢 有的人是早上的时候鞋子穿得下 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鞋子穿不下 对 那个就是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因为心脏现在在上面 脚在下头 所以水会往下走 所以因此变成是双侧下肢 会略为水肿 这个坐飞机最明显 对 那这种东西都不是什么疾病造成的 那可是呢 这时候呢 就是回到 因为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要讲很久 对 那所以才会有时候说 那因为你平躺的时候呢 脸部会水肿的 如果晚上水不要喝那么多的话呢 因为人没有水嘛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胖那么多 讲起来当然理由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呢 也不可以完全不喝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水分啊 要足够 不然的话呢 你一个晚上呢 他呼掉的这个水分很多 你血的浓度啊 他会在晚上一夜之间飙升很多 这就容易中风 或者心肌梗死 所以 所以 所以睡前 因为这个体质性水肿 对身体并无害处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 他疾病都排掉了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可以因夜费食 说是水完全不喝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我想这样讲就懂了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体质容易水肿的人代表他的肾功能有问题 就是不见得了 刚刚潘老师已经有讲 不是只有 有可能是肾有问题 可是不是全部都是肾有问题 对 好 再来 爱吃甜食容易导致下半身水肿 是对的 是因为糖吗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 如果说你吃了非常多的甜食 如果呢 它的那个血液当中的糖分会飙高 就飙高 那血液中的糖分如果飙高的话呢 它就影响了我们的那个渗透压 就是我们 我们那个 组织液 这有点复杂 就是我们的血液从大动脉到小动脉到微血管 然后进入组织 进入组织后 组织要回流 回小静脉 大静脉再回到心脏呢 它从组织到小静脉靠的是渗透压 那我们本身由于离子的平衡 我们身体离子的平衡 它有一个渗透压 就会让组织液往小静脉走 这是一个渗透压 但是当你血液当中的 那个那个 那个糖的浓度高的时候 渗透压变成改变 回不来 就回不来 所以但是这时候 它会打电话通知 胰岛素 那胰岛素马上出手干预 就会把血糖降下来 那血糖就要一降下来 渗透压一对 它又回来了 对 所以就是说 胰岛素的功能就对我们很重 但是它还 它还会伤害很多器官啦 如果血糖太高伤害很多器官 但是如果你经常吃甜食 就一下子上来 一下子上来 一下子上来 就对我们来讲是很累的 身体的那个平衡一直被你改变 对 好 再来 起床喝黑咖啡 是最有效的消水肿方法 不要前一阵子 每个人员 百分之百的人都这么认为 对 每个人员早上都叫黑咖啡 消肿 对 所以潘老师他会讲 看潘老师笑成这样 这是道听途说吗 还是 不是 咖啡确实利尿 确实利尿 但是我们并不是很赞成大家使用这种 所谓的猛喝咖啡来排除水肿的方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从生活方式 自然作息来做 如果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 反而变成喝咖啡量太多的时候 又会造成更多其他的问题 对 比如说你造成心脏的问题 比如造成成瘾的问题 甚至还有就是说呢 你猛喝咖啡不喝白开水 那水分全部排光的时候 身体变成没有水分的时候 这糟糕了 这就代谢也会出问题 好 再来 多吃香蕉可帮助消除水肿 是因为甲离子吗 对啦 香蕉是 含甲是 是蛮 蛮高的啦 那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说是吃 酥菜水分跟含甲的话呢 它就是利尿 那这个 这个利尿的功能就比起喝咖啡来讲 缓喝的多 因为咖啡毕竟是一个药 就是 就是咖啡因算是一个药 但是如果吃天然的食物呢 吃这些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嘛 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利尿 那这种是比较天然一点 所以就不要喝咖啡嘛 那也是早上起来吃嘛 还是晚上起来 基本上都可以吃啦 但是如果说你想不要胖的话 就睡前不要吃那么多就这样 对对对 或者不要一次吃那么多 对 它甜分也是高的 对 甜分比较高的 那当然除了吃香蕉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啊 帮助利尿跟消水肿的食物 水果类里面就很多啦 像苹果 木瓜 西瓜 奇异果 这些都很好 对不对 苹果可以消耀消水肿 苹果为什么消耀 苹果多分吗 它也有含甲 一般的蔬菜水果含甲量都高 你很奇怪的是 蔬菜水果里面的甲含量都很高 那反而非常的低 我提供一个数据给你们参考 就是刚刚他不是讲到我们 中华民国的男生 每天吃到九点多功课的 对对对 女生吃到八点多功课 事实上我们正常是希望16功课 那你可以看到 男生多吃了三功课 女生多吃了两功课 你不要小看这三功课两功课 你只要把它降回来 我们心脏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可以大幅度下降 真的喔 大幅度下降 木瓜是为什么 它通通都一样啊 都是寒假 它唯一的因素就是这样 叶子水 对啊 叶子水沥尿是摆明的 就是叶子水 真的吗 对不对 重渡下去就是 只要你去喝一个叶子水 你可以大概上出两颗叶子水 对啊 每次出来你去东南亚都是这样的 对是不是这样 没错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大家能够 就是说消除水肿除了吃这些天然的蔬菜水果 它可以利尿之外 我们更重要的希望你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跟借由运动来解决 因为它后头代表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说 如果你只是因为运动少 然后脚部的肌肉少造成了水肿 我总不希望你拼命的去吃这些东西吧 我希望你是不是能够多动一动 多运动 是不是多动一动不是就解决了吗 对 这没有道理这样搞的啊 没错 所以你只要把脚部的肌肉运动起来 能够每天多走几步 比如说你照我们记政女士讲的 每天走个一万步 就解决了 对 不是就解决了吗 对对对 好啦刚刚罚已经罚了 对佩姐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罚了之后 待会客户主厨做了就没办法吃了 真的吗 你们游戏规则又改了 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过但是你是长辈啊 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请他们两个给你吃 我等一下一定跟他妈妈 好好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邱宝郎 邱厨师 邱宝郎师傅 擅长于中菜 西餐 客家料理 注意精湛的他 听说今天可是用心设计 为观众朋友们严选推出一道 简单做又超美味的甜品 让你轻松吃又能摆脱水肿困扰哦 就是之前的你笔记准备好了吗 马上上菜喽 谢谢谢谢大家 邱宝今天帮我们带什么样的菜 好今天呢是准备一个甜品 今天准备的是木瓜红枣十二汤 白木耳 对 银耳 银耳这听起来就是这样的 求人家的燕窝 燕窝 好这非常的棒 好那我们首先先准备一锅的热水 对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红枣 那红枣呢要让它出味 所以说呢我们红枣 对 我们有稍微把它处理过 怎么处理 看一下 现在已经把它中间的纸呢把它挖掉了 在家里也很简单 那我们在家里呢准备了 先这已经用冷水稍微泡过了 先用冷水泡把它泡软 是 把它泡软 这边把它戳一个小洞 然后把它拿着 硬把它挤出来 对 轻轻的啦 那一般呢我们在做一些心态软啊 不会这样把它塞进去 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普通都是 我们妈妈都是整个下去煮的 对对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圈状呢 它比较快入味 哦 比较快入味 比较快出味啦 对 比较漂亮 那这个泡的开水呢 一并把它倒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处理我们的这个银耳 好 木耳 但是木耳我告诉大家 木耳呢这丰富的胶质 也可以去除掉水肿 对 好 那我们呢告诉大家 这个银耳呢 好吃就是这白色 但是这个地头啊 别木的 是 但是这个呢 我们就要麻烦我们来 来 我们今天做了特地的这个 实在有一套啊 是 里面这个撕开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在这个 走在哪边啦 来看一下 白木耳去地头口感会更佳 是 那这个地头呢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泡冷水呢 泡多久 泡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它就会 脏大 就脏大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地头啊 把它剪开 地头不吃是吧 对 地头不要 地头不要 范老师喜欢吃白木耳吗 呃 喜欢吃啦 但是因为我不太吃甜的东西 所以就 就吃的少 不是 不是 吃的少 范老师这个白木耳真的是好东西 是啊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所以它吃进去之后 第一个它会有饱足感 对 那饱足感之后呢 就可以减重 因为它没有什么能量 那第二呢 这个膳食纤维在肠道呢 会让异菌生长 所以因此肠道会健康 然后毒素会排掉 可以预防大肠直肠癌 那另外呢 膳食纤维可以吸收一些胆碱胆盐 降低胆固醇 所以这个胆固醇 血胆固醇都会下降 我感觉今天好像先沾哦 对 对 对 邱师傅的甜汤料理 让崔沛仪直呼受不了了 那潘博士更要告诉你 要缩缓胜理期前的水肿不舒服 吃这个就对了啊 黄豆的这个食品里面有大多益黄虹 它可以类似磁激素调节它的那个 所以对于特别对于金钱正后群的水肿 有一点点的帮助 如果说平常的水肿就没有什么销 好香喔 就没什么销 这道菜不但是女生要学啊 男生更要学 男生 对啊 简单的一道甜汤啊 就是又可以每年 对 又可以这个 蜂蜜 这个消肿 没人理我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 它那个白木耳啊 还是脆的 不用闻的吧 简单的甜汤 好甜蜜哦 它又可以什么 消水手 很可怕 它会让你不守游戏规则的 抓到就好